2003年中秋 梅艳芳家里去了很多圈里的朋友 所有人都知道 这即将是他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 到场的陈一迅尤其卖力 他把谈永林梅艳芳的歌 挨个唱了个遍来逗他开心 2003年 在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上 陈一迅作为嘉宾同台合唱时 梅艳芳拉着他的手 眼里含着热泪说 埃森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不要看他傻乎乎的样子 天才与白痴只是相隔一线 未来的日子 他会成为一个闪耀的巨星 现在他已经做到了 有一年 陈一迅去听偶像麦当娜的演唱会 就被当作歌迷请上台 而这个小插曲并不是提前安排好的 上台后的陈一迅开始手无足蹈 犹如小粉丝见到梦寐以求的偶像 全场歌迷健壮也热情高涨 而麦当娜 想然没有认出这位来自中国的超级偶像 陈一迅甚至像自己的偶像 展示了自己的跳腿绝技 但是并没有成功 甚至摔了个脸朝地 这一滑稽的失误瞬间 引发麦当娜及全场观众狂笑不止 玩到兴致的陈一迅 甚至不顾自己大众偶像的身份 抬起屁股 让麦当娜提 2020年 各大公共场所迟迟不能开线下演唱会 于是陈一迅召开了一场线上演唱会 他毫不犹豫 把最终的全部收入统统统绝了出去 这个虽千万人无往里的歌手 名叫陈一迅 陈一迅这个人 看上去一点也不高级 留着一头大卷发 呆头憨恼 还喜欢时不时的放飞自我 但一唱起歌来的陈一迅 却是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存在 林希说 我把我人生的词都给了陈一迅来唱 因为他唱的不是技巧 而是人生 陈一迅读中学一年级时 被父亲送去英国留学 即便每月学费 生活费要两万多港元 但父亲仍然没有犹豫 后来陈一迅想学音乐 家里虽然生活拮据 也让他学了自己喜欢的小提琴和钢琴 1995年暑假 21岁的陈一迅 背着家人跑回香港 参加了歌唱大赛 并一举拿下金奖 舞台上的他另类张扬 在音乐的国度里 唱尽人生百态 舞台下的他 却低调谦和 只做最纯粹的自己 在一次演唱会上 他唱《爱情转移》时 因为过度激动 忘记了歌词 他竟然双膝跪地 高举双手 和大家道歉 对不起大家 后来他回应说 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 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 我只是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 他半夜出门买夜宵 就和对方从凌晨两点 聊到早上六点 此刻的你一定无法想象 这是一个在华语乐坛的 天王级地位的歌手 这就是陈奕迅 一个足够温暖且真实的人 知乎上有个评价陈奕迅的帖子 如果一辈子 只能当一个人的粉丝 我愿意选择陈奕迅 我喜欢的人有光 光而不要 与光同尘 初吻不懂陈奕迅 听懂已是取中人 听陈奕迅的歌 你总能遇见相似的自己 情人最后难免轮回朋友 1995年 陈奕迅和杨千画两人 一起参加了香港新秀歌唱大赛 参赛时 陈奕迅恰好是坐在杨千画旁边 那一年 陈奕迅拿了金奖 杨千画拿了银奖 陈奕迅第一时间 选择跟杨千画握手相拥 或许 也就是那个时候 两人就与互相欣赏 然后他们一起签约华星唱片公司 成为同门师兄妹 但两人一直还没有捅破窗户纸 而之后 杨千画被派去出国深造 让他们的暧昧关系就此搁浅 时隔多年后 陈奕迅被问及 究竟有没有跟杨千画在一起过 他笑了笑说 水瓶座跟狮子座不太合得来 后来 杨千画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 只说了一句 男人都没有女人勇敢 2000年 杨千画拿下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 当画面切到坐在台下的陈奕迅时 他的眼睛早已通红 陈奕迅说 自己是人前最骄傲的狮子座 却偏偏每次都为了他而失控 2011年 杨千画上台领奖时 已怀有身孕 以前固执的只称呼他为杨小姐的陈奕迅 终于还是赶了口说 恭喜你 我最喜欢的丁亥 2012年 杨千画参加了一档央视的公益节目 给陈奕迅打了一通电话 他便推掉工作 飞到北京支持他 撒贝宁也在现场 开上了两人的玩笑说 吴克群给陈奕迅打了八次电话 周比畅都亲自跑到香港去找了 结果 谁也没请来 但凡未得到 但凡是过去 总是最登对 时隔多年 从恋人变老友 如若再遇到 也只会笑着问候一句 好久不见 我什么都没忘 但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远远相忘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